他相当一部分人抵制佛法 认为是迷信 如何再令个人重拾佛法的信仰 从自己做起 大家就有信心了 如果不从自己做起 受不到效果 你跟人讲你不相信 做出来人家就相信了 这个弟子规没人相信 谁相信这个东西 我们提倡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 都是三教里头最清闲的东西 最没有人注意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连这一点东西都做不到 所以三教甩了 道理的自己 我们从这里做起 做出成绩出来的时候 大家感到惊讶 重新再反思 重新再肯定 这道理是一样 那十三页呢 就是要把十三页道做出来 十三页道从哪里做起啊 还是从地子规作起 没有地子规 没有感应篇 十三页做不到 那所以像盖房子一样 十三页是第三层楼 地子规是第二层 感应篇是第二层 有第一层有第二层才会有第三层 就这么个道理 阿罗汉在根上面 你不从这下面去 你阿罗汉那层是造不成功的 阿罗汉在根上面